大家好 欢迎来到运动实验室 今天依然是我张浩 然后请到了然哥 大家好 欣然 我们然哥特别擅长帮助别人去改善他们的活动度以及灵活性 然后去调节你的身体 以帮助你去可以适应很多的动作 比如说我们很多动作是做不到位的 但是其实你是有方法和途径可以接近你做到一个标准的动作 因为你的活动度和灵活性会极大的去限制你做这个动作时候的标准程度 那其实然哥在这一方面就特别擅长 就是说今天我们一起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改善活动度的方法 对 因为很多动作做不出来不是说力量的问题 而是可能是活动度或者是其他一些小关节的问题 对 因为你无法让你的身体达到那个状态 那今天就从蹲开始吧 因为前段时间也出了一些关于蹲和硬拉的一些介绍 那其实在你做这个动作很多人发现在检测的环节 我无法达到这样的一个幅度 我无法做一个标准硬拉 因为我在底下的时候我的下肢已经塌了 或者是我在深蹲的时候 可能我大腿 对 屁股会眨眼 或者我大腿还没有蹲到一定低的程度的时候 我的后背就打不直了 对对 那这个时候主要是我可能这个地方 就是宽关节就是屈宽这个方向的活动度不够 会主要是这个动不下去的原因 也有部分是力量原因 但是基本上可能大部分人两者都有 然后我们可以教一些提高这个屈宽能力的这个方法 那我们今天就是先从活动度 宽关节活动度这一个点入出来 当然不是所有不是包含全部啊 我们会有很多的点 不过我们今天就从宽关节开始说 可以可以 那先要说怎么做测试吗 对 可以简单给我做测试的想法 对 比如说你先要保证你的这个躯干是直的 不要攻腰 然后慢慢自然屈膝手去碰你的脚 屁股往后 自然屈膝屈宽 对 然后基本上张浩的这个活动度就还算 男生中算不错的 如果你可以假装你是一个活动度很不好的人 可能就会下不去 他可能到这就已经是极限了 那这种人他可能做深蹲的时候也是蹲不下去 那怎么去提高这个活动度呢 首先我们可以讲一些这个大腿后侧放松方法 就是拿一个这个小球 去坐在一个跳箱上或者椅子上都可以 然后把这个球是 是要那种就是有弹力的一些球 就是最好是硬一点 其实是那种什么曲棍球就可以 网球的话有点太软 然后坐在这个大腿后侧压上去 然后保证这个压力的前提下 然后你可以就左右或者上下去移动 然后如果你觉得没什么感觉的话 就可以换一个硬一点的球 但是不能坐在地上 因为坐在地上的话 你的这个膝盖就伸直了 一定要保证是屈膝的状态 然后你可以从最上面就是靠近这个屁股的这个地方 然后慢慢往下移动 然后这个是一个大腿后侧的放松方法 有些人会很疼吗这样 对 如果觉得特别疼的话 你就是另外就是你手可以稍微撑着 或者是换一个软点的球 那我如果在一个地方的话 我想停留大概多久 其实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你先就是大概就上下移动一下 一般来说一般人会有一两个特别疼的点 然后你就停在那个特别疼的点去放松两分钟左右 这是一种方法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大腿后侧的放松 还有就是臀部的放松 臀部的话就是实际上你就坐在地上就可以了 坐在地上 可以用泡沫轴也可以用球 其实我们可以只讲球的就可以 球的话压力小时候比较大一些 对 那一会我们两个可以都讲 然后放在这个外侧 偏外侧 不要放在正下方偏外侧 然后把身体的压力压上去 然后也可以上下一动 然后移动的时候你可以压在这个点上 然后腿做一个外展 外展 对 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屈身 都可以看你觉得哪个 感觉更明显 这个是臀 臀大肌左右 然后臀中肌的话就是偏侧面一点 所以你的身体可能要这样侧过来 然后还是一样的 你做一个这样的外展或者是去身 对 这是从松解的角度去 对 但是这个拿球做放松是不适合在训练前做的 训练前不要做 对 训练前的话可以拿泡沫轴 然后 简单的去做 对 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先坐在泡沫轴上 然后翘二郎腿 然后把翘二郎腿这边的这个臀部放上去 然后上下或者是左右 这样一动就可以了 这个是可以在训练前做的 那除了这个训练前还能做一些什么 训练前还可以做一些动态拉伸 然后比较推荐拿这个弹力带做 可以先这样把它固定在一个位置 然后绑在你的这个大腿靠近 这一定要固定好 不要找到那些活动的地方 对 因为这个劲儿可能会比较大 然后你就尽量往前走 然后在你能控制的范围内越往前是越好的 然后可以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是这样自然屈膝 然后保证背挺直的状态下 手向下 然后起 向下 可以做十次 这是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是直膝的状态下往下走 然后起 其实这两个动作看起来差别很小 但是它去拉伸到的肌肉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是你先手去 比如说碰你的脚尖或者是脚踝 然后在屈膝的状态下 伸膝 屈膝 伸膝 屈膝 这三个都可以 而且这种弹力带拉伸的还有两个好处 就是一个因为你已经就是 它给你创造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所以它会让你帮助你击魂的核心 然后再就是它会帮助你 有些人是关节囊比较紧张 他也会缓解关节囊紧张的这种问题 所以我是很推荐用这种 就是做训练前的热身 但是这个时间也不能太长 因为过度的去拉伸 对 其实刚才那三个动作每个十次 很快 每个十次就差不多 对 就千万不要做的太多在训练前 那训练之后我们可以 做一些静态的拉伸和放松 那个就是之后我们会讲到 对 对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弹力带 因为我看到你刚才是放到根部 对 那如果太往下了是不是就没有效果了 对 你必须得放到就是大腿杆这个地方 因为你是要让髪关节进行一个 你要去松一下那个关节囊 髪关节囊的这个程度 对 但是这些动作是需要我们常年去做的 然后一点一点去进步 而不是期望我做一次 就使我提高多少 其实是这样 如果你的方法正确 并且程度够的话 你做一次应该能明显感觉到变化 但是你可能睡一觉第二天早晨就又回来了 那你需要一个常年的坚持 跟这个训练是一样的 并且你要配合训练 不是说我拉一拉我的容忍度就好了 其实我容忍度好 需要在我受力的状态下也变得很好才可以 活动度和力量两个都不能缺 没错 很好 那今天如果大家有人蹲不下去 可能是你宽步会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今天给出了几个小的解决方法 大家回家可以试一下 那我们这次的运动实验室就到这 我们下次见 拜拜